第409章 拖后腿 银月上空 大兴悬浮 郑宇破空而来 机会来了 计划被打破 不是李浩一个人的计划 是大家的计划 都被破坏了 可结果是好的 起码对郑宇而言 便是如此 吞天意 那银月 夺双道 今日若是成功 加上之前渡了几下混沌雷节 哪怕帝尊之节真的来了 也有心理准备 必然可渡 成就帝尊之位 郑宇腾空而来 而此刻 李浩身影若隐若现 第180颗星辰 好像正在点亮 又好像差了点什么 迟迟没有和其他星辰化为一体 李浩的气息 也是上下起伏 一会强大 一会虚弱 雷节过后 李浩好像有些收获 又好像没有 这时候 郑宇杀来 对李浩而言 也是巨大无比的危机 后方追来的大骊王气息 也迅速开始消退 大骊王一旦失去了半地之力 加上张安 也挡不住对方片刻 转瞬间 郑宇抵达星空 也不说话 此刻 更无任何寒暄 探手就朝虚空抓去 无边的伪力 甚至超过了之前的雷霆之节 仿佛要一把抓住时光星辰 灭杀李浩 吞噬李浩 就在这一刻 李浩身影浮现 屹立大星之前 看向郑宇 手中浮现一把长剑 一剑洞穿虚空 这一剑杀出 天地都为之动荡 四面八方 无数能量席卷而来 化为李浩的伪力 剑掌互相交错 虚空如同玻璃 瞬间裂开 裂痕弥漫整个天地 一百八十颗星辰 剧烈颤动起来 这一刻的郑宇 发挥出了真正的半地之力 强大无比 后方 大骊王耗尽全力 一拳打来 也是天崩地裂 三方 一前一后一中 郑宇前后被夹击 好像并不在意一般 身后陡然浮现出一股 强悍无比的爆发力 轰的一声巨响 震荡之力爆发而出 震碎了整个虚空 大骊王的拳头 瞬间崩碎 此刻的郑宇 比之前和他们交手的时候 好像要强大得多 到了这个地步 他好像不再隐藏什么了 手中再次浮现一条鞭子 穿破虚空 直奔李浩而去 一击打出 天崩地裂 李浩的剑芒虽强 可此刻一百八十星辰 没有形成完整的循环体系 哪怕力量已经触及半地 可在这位真正的半地手中 依旧被迅速击溃 更后方 天急穿梭虚空而来 速度也是极快 手持血刀 隔空一刀 斩破苍穹而来 虽然李浩说他不欠自己的 可天急此刻 还是选择了参战 一刀斩下 夹杂着无边的弃血之力 血海滔天 仿佛要将整个世界摧毁一般 郑宇侧侧头看去 轻声道 前辈何必烫这趟浑水 十万年了 前辈都不管这些 如今倒是管闲事了 天急冷笑一声 懒得管 不代表不能管 郑宇却是依旧弹幕 纵然前辈出手 也改变不了什么 半地是墙 毕竟只是分身 而非本尊 何况 前辈又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这话一出 天急脸色微变 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也是 他在北方沉眠十万年 显然 郑宇是知道他的存在的 这么说的意思是 前辈来得正好 今日能否攻城 也许 还需要前辈帮忙一二 三方为杀 前有李浩 后有大骊王何彰安 侧方还有天急手持血 帝尊之刀 而这位 是货真价实的帝尊分身 这样的实力 一般半地 是无法匹敌的 如那红月帝尊分身 虽然遭受重创 可天急杀起来 好像也不难 此刻郑宇 却是无比的镇定 一瞬间 忽然有了一些变化 这一刻 李浩眉头顿时大皱 不止他 天急也是脸色微变 就在这一刻 郑宇头顶八条血线 粗大无比 和印红月如出一辙 然而 比起印红月那细弱的八大血脉 郑宇的八大血脉 强悍无比 在天急有些不安中 一瞬间 八脉合一 天急脸色微变 郑宇 八脉合一 此刻 他气息瞬间上升 强悍的威压 一瞬间 甚至超过了之前的 红月帝尊分身 也超过了李道衡 整个天地 好像郑宇成了唯一 天急手中 血刀颤动 那只沉睡的猫 仿佛感受到了什么 有些想复苏 想吃掉这股能量 血刀剧烈颤动着 郑宇一拳打出 再次打退了大骊王 又一脚踢出 虚空破碎 将李浩的建议全部粉碎 轻声道 李浩不在我计算之中 可前辈 活了这么多年 我岂能不知前辈性格 说是万事不管 若是真有机会 真出现了让前辈 觉得值得投机之人 前辈不也会投机吗 他轻蔑一笑 前辈装疯卖傻 在整个新武时代 都是出了名的 堂堂天急皇子 装疯子 欺骗过多少人 直到人亡崛起 前辈不还是开始 为人亡卖命 我虽不知 这个时代 是否有新一代人亡崛起 却也知 前辈可没有表现得 那么淡然 天急此人 他很了解 新武时代 说是万事不管 实际上 投机之能 无与伦比 在无数本源时代的 强者被杀之下 他这位西皇之子 不单活到了最后 还成就了帝尊 显然 那是人亡默许的 甚至人亡也支持过的 否则 如何成就帝尊 血帝尊让对方 来守护这把刀 其实也是一种信任 加上对方的父亲 还是一位货真价实 真正的顶级帝尊 此人哪有表现得 那么懒散 真懒散 就不会来这地方 安安静静沉眠 十万年了 等待一只猫的复苏 这也是一种 巨大无比的投资 投资雪帝尊 投资苍帝 投资人亡 无他 这只猫 和这三位都有关系 尤其是苍帝 这是苍帝投影所化 西年和战天帝投影 一起战死 苍帝那无情之辈都哭了 这一刻的正宇 斩露锋芒 头顶八大血脉 迅速合一 完全融合 天极手中血刀 开始剧烈颤动 天极脸色微变 大骊王大吼 斩了他 大骊王却是兴奋无比 当日印红月就是八脉合一 被一刀斩掉了八脉 今日这正宇 居然也八脉合一 虽然看起来 比印红月强大了无数倍 可是 持刀的可是天极 一刀下去 照样能斩掉八脉 而天极 却是脸色微变 迅速思考 脑海中万千念头浮现 眨眼间就要抽刀而回 可此刻 血刀却是有些不受控制了 天极脸色大变 郑宇轻声道 我附用自身血脉 自养此刀十万年 你看在眼中 洗在心中 有我父亲 这个冤大头 给你养刀 倒是省去了 你不少麻烦 前辈前面十万年 应该很开心吧 郑宏远 这一刻 天极意识到 自己可能大意了 犯错了 是的 郑宏远养刀十万年 一直尝试夺取这把刀 用自身血脉滋养 对天极而言 这是好事 反正对方也拿不走 倒是便宜了自己 不用想办法 不断给血刀提供养料了 可现在 显然是落入了 对方的算计之中了 郑宇八脉越来越强 他轻声笑着 虽然这是血帝尊的刀 可对方 毕竟离开了十万年 我附用自己养刀十万年 哪怕不是刀的主人 也是血刀最好的供养物了 多多少少 对我郑家 都该有一些亲近才对 何况 还没复活 只是靠着本能行事 我郑家养猫十万年 前辈不会觉得 真的一事无成吧 哼 血刀忽然剧烈颤动 要摆脱天极的控制 不止如此 郑宇头顶那巨大无比的八脉血脉 忽然朝血刀延伸 血刀之中 一只猫 睡梦中习惯性地张开了嘴巴 一口咬住了那八脉血龙的末端 而这一刻 这把刀 直接朝郑宇飞去 好像吃到了什么好吃的 那只猫不松口 而天极 陡然发现 自己居然失去了对血刀的控制 他脸色变了 该死 分身终究只是分身 若是本尊在 应该不至于犯下这样的错误 可此刻 他意识到问题 却是来不及改正了 谁能想到 那郑宏远 其实不是为了夺刀 而是为了 养刀 只为了这一刻 这把刀 能够熟悉郑家血脉 能够清净郑家血脉 用十万年的岁月 只为了成为一把刀的养料 这若是郑家早就谋划的 那太可怕了 代表对方 早就在算计天极 早就在想着 将对方当成假想敌 从未想过 要放过此人 后方 李昊迅速避退 大骊王脸色一变 看到血刀疯狂颤动 要脱离天极掌控 也有些变色 怎么会这样 张安也是脸色一变 你郑家 好大的魄力 为了成功 无所不用其极 郑宇的父亲 居然将自己当成了血库 养刀养了十万年 从头到尾 郑宏远就没想过 自己成为血刀的主人 而是一切都在 给他儿子铺路 郑宇探手朝血刀抓去 血刀对其他人 都是反抗的厉害 李昊上次要拿 都被血刀正开 可此刻 并不反抗郑宇 可见 这养刀之效 的确是有很大的作用和效果的 不单单如此 刀中的猫 好像也很喜欢这股味道 也没反抗 导致血刀 轻松就被他抓住了一端 天极来这 选择参战 选择帮助李昊 好像一切都在此人算计之中 他做好了万全准备 突然冒出来的李昊 有时候会打破他的计划 可一个早就在眼中的天极 还没办法打破他的计划 血刀颤动 甚至爆发出震荡之力 震荡的不是郑宇 而是天极 天极手臂剧烈颤动起来 他一声怒吓 找死 纵然血刀失控 他也是顶级存在 一手持刀 和对方争夺 一手画拳 一拳朝郑宇打去 强大的威压 甚至压制了整个天地 强悍无比 可这一刻 血刀之上 血刀之中 居然也爆发出一股强悍的威压 甚至压制了天极 压制了整个天地 郑宇轻声道 八脉合一 可不是硬红月那样 这猫 还没复活呢 一切皆凭本能行事 我正在喂养它 你打断一只猫的进食 你不知苍地性格吗 不给它吃好饭的 能给你吃饭的机会吗 哄 血刀之上 一只猫须影浮现 闭着眼睛 咬着八脉一端 正在吞噬 这粗大的八脉之力 却是一时半会无法吞噬完 当天急出拳的刹那 那只猫忽然伸出了爪子 本能护食 咔嚓 拳爪碰撞 这一瞬间 一股强大无比的爆发力 在天地间爆炸开 天极闷哼一声 拳头上浮现出一道道血痕 脸色巨变 这只猫 曾追随了占天地无数岁月 哪怕只是投影 实际上却是强大的无法想象 加上血刀滋养无数年 哪怕没有清醒 光是气息 也能感受到 远比一般的半地强大 对方本能行事 瞬间一找抓的天急拳头 都差点破碎 而郑宇 趁机一把夺过了血刀 血刀上的猫 还在咬着八脉 此刻 郑宇居然 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控制了这只猫 成为了自己的护身符 天急脸色一变再变 有些愤怒 有些恼火 对自己的恼火 该死 我太自信 也太大意了 郑家人 居然夺走了血刀 而此刻 郑宇轻笑一声 天急前辈 不如退走吧 否则 你伤我 便是伤害这只猫 打断这只猫的复苏过程 就算你杀了我 你的任务也失败了 对血帝尊 他们而言 你杀了我 也不能弥补着其中的过错 现在 这只猫跟着我 等我成功了 八脉全被它吃下 它就有希望彻底复活了 那时候 你任务完成了 哪怕丢了一具分身 可猫复苏了 对你而言 也不算失败 天急脸色很难看 刀中之猫 是它驻扎此地的关键 此刻 自己任务居然失败了 刀和猫都丢了 关键是 它攻击郑宇 会被这只猫阻拦 一旦强行爆发 可能 可能会打破这只猫 断了对方复苏的希望 那正如郑宇所言 就算它杀了郑宇 也于事无补 这一刻 后方 李昊也是感慨一声 有些唏嘘 上次我用这猫 因为印红月一次 没想到 这么快就还回来了 果然 因果轮回 上次它靠着这一手 让天急欠下了人情不说 还顺势弄死了印红月 让它绝望而死 现在 天急出手帮忙 主动出手 这对李昊而言 是极大的利好消息 它不强迫别人帮自己 可对方主动帮忙 它岂会拒绝 可是 当此刻 不单单是天急被限制的问题 还有 这只猫成为了正宇的护身符 相当于又多了一位绊帝 正宇一下子成为了双绊帝 这只猫 在吞噬血脉之前 会一直守护在它附近 而正宇的八脉 好像有些特殊 那只猫也只能一口口吞噬 不能一次性吞完 显然 正宇早就在谋划这一切了 对李昊 计划没啥用 对天急 这一招却是神赖之笔 只是瞬间 天急就有些无可奈何了 打死正宇之前 得先打死这只猫 正宇笑容灿烂 我这人 别的能耐没有 拖后腿还是可以的 给天急前辈拖一拖后腿 我还是很拿手的 前辈 不求你帮忙 但是 我杀李昊 前辈还是退走吧 天急脸色变了 大骊王急切道 前辈 不可 他杀了李昊 也不会放过前辈的 正宇失笑 大骊王 你太天真了 就算我真杀了天急前辈的分身 对前辈而言 其实没什么损失 可前辈打死了这只猫 被人知晓了 他本尊都危险了 血帝尊 仓帝都不会允许 一旦被知道了 为了一个陌生人 放弃了这只二猫 前辈大概知道 谁更严重 李昊是谁 那些心武人认识吗 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 让血帝尊 仁王 仓帝他们都愤怒 这是天急 这个聪明人 该选择做的吗 这一瞬间 大骊王总算回神了 是的 这里 只是天急的分身 真丢了分身 其实也没什么 可现在再坚持出手 那麻烦更大 这一切 显然都在正与预料之中 他没再理会天急 甚至后背对着对方 都没在意 天急出手 猫也会护使阻拦 这也算是羊毛的一种 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却是奈何不得我 天急怒发冲关 之前觉得红月帝尊愚蠢 此刻 他恨不得给自己几个大耳光 我比红月那家伙 好到哪去 该死啊 这十万年 他的确都在看着 眼睁睁地看着 正红月用自己的气血 一次次地喂养血刀 他还以为对方是为了夺刀 压根不是 对方 不是为了夺刀杀帝尊 而是为了养刀 以自身为二 是的 这一刻 正与也是如此 它就是猫的养料 这重要吗 一点也不重要 关键在于 天急这位强大的半地分身 不敢动了 李浩声音响起 前辈 多谢了 既然涉及到了前辈的任务 那前辈就退走吧 不用管我们 正与笑了笑 不是管不管的问题 是你若是反抗 这只猫 也会对付你 你若是有能耐杀半地 先杀这只猫 我相信天急前辈 会知道如何选择 李浩 现在 你要面对的 不是两位半地 是三位 他 猫 天急 原本李浩 还有可能会逆转局面 可此刻 轻轻松松 一次八脉合一 他就将一切可能 一切后路 全部堵死了 正与也是感慨 你真可以 超乎我想象 当然 只能说 时间太短了 可这也是必然 时代造就你 那时代 就不会留给你太多时间 话落 一边打向李浩 长边刚落 一瞬间 一把血刀 朝李浩斩杀而去 血帝尊的佩刀 这一刀 在半地手中 那是强悍无比 就如上一次 一刀 将印红月八脉斩断 一点希望不给对方留 而正与 好像也在用同样的手段 对付李浩 长剑爆发 李浩一剑杀来 时光好像都在凝固 可没用 他的实力 还是不如这位半地 何况此刻 这位半地 不单单只是他自己 一人之力 据八脉 虽然让正与消耗很大 可也正因为如此 免去了天极的厮杀 大骊王极了 可此刻 他气息下滑 甚至连靠近都难了 张安也是迅速思考 如何应对这个必死局面 可唯一有抵挡能力的天极 却是被限制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一下子 几人都急得有些崩溃 刚刚雷霆之劫 没能杀死李浩 那这一次 李浩还有机会翻盘吗 他们急切而又无奈 天极也只能闷闷不乐 一脸的恼火和不爽 有心想要打死这混蛋 可是 真说起来 李浩和这只猫比 还是猫更重要 他憋屈得很 也只能憋着 只能等猫吞掉了八脉 他才能出手 吞掉了八脉 猫不在乎时 不管复苏还是不复苏 他都可以出手 弄死这个混蛋 居然敢胁迫我 可那时候 李浩可能挂掉了 而这时候 李浩却是有些无奈到 前辈既然出手了 他又得罪死了你 虽然因为猫的存在 前辈无法杀他 可是 前辈帮我拦一下不行吗 全靠防御 不还手 前辈也能拦一回吧 就这么看着 四方安静 天极分身都愣了一下 拦一下 好像 从未有人这么考虑过 在强者的眼中 此刻天极被限制了 几乎和废人无意 连正语都是这么想的 可李浩说 帮我拦一下 是不能杀人 可你肉身之强 半地都难比肩 你就是全防御 对方想攻破你的防御 也需要一点时间吧 他就郁闷了 天极 真就在那看着 你都这么憋屈了 更憋屈一点 被人打一顿 又如何呢 那正语 还能瞬间杀了你 真能瞬间杀了你 人家都不算计什么了 就这样简单的想法 强者们却是没去考虑过 身份上的差距 实力上的差距 认知上的差距 让他们天然抛弃了全防御的想法 天极说起大骊王 那是头头是道 你打不过 你挡一会还是可以的 此刻到了自己头上 他也忘了这差 一瞬间 天极脸色变了 瞬间浮现在李浩和郑宇中间 咬牙 原来 我还能防御 这么幼稚的话语 他还是说出来了 因为他真忘了 而郑宇 也是哑然失笑 有些正神 抱歉 我也忘了 前辈不能打 还能防 说吧 笑了一声 笑声极其爽朗 是啊 走到了这个地步 谁会考虑纯粹的防御呢 如此简单的认知 却是全然不在你我考虑之中 真是 时间越长 越是无知了 难怪都说 成名要趁走 强大要趁走 迟了 思维都僵化了呢 一瞬间 他出手了 哄 无边刀意 瞬间斩落 天极身上溢散出金光 整个肉身 瞬间化为金色 金光灿烂 无尽的金身之力溢散 轰隆一声巨响 天极闷哼一声 脂肪不攻 对于强者而言 还有些不太习惯 还好 他肉身够强大 郑宇一刀斩下 他依旧抗住了 下一刻 更多的金光溢散而出 沉声道 你有办法吗 李浩 有办法吗 若是一直如此 防御不是什么好选择 无法主动攻击 迟早会出事 迟早会被郑宇砍死 后方 李浩看了看天空 又看了看不远处 灵红玉死气开始溢散 混沌长河 正在背里倒横追逐 这么下去 九战对自己这边 是极其不利的 林红玉看样子 很快就会失去半地之力了 而李道横 一旦真吞掉了混沌长河 吞掉了红一堂 红一堂此刻未必能反击 做不到和女王一样 以假代真 哪怕真是对方分身 也难做到 实力上的差距 所以 必须要破局 若是没有这只猫 天极一人 也许就能对付郑宇 可有了这猫 天极这么防御下去 可能会被杀死 还要等180颗星辰 全部点燃才行 最后一颗 也就是自己的时光星辰 李浩却是一直没有点燃 不是不能 而是 不想 因为 真正的时光星辰 这一次居然没出现 这么大的动静 对方居然都没出现 虚实之道融合 甚至是混沌雷洁 李浩画天意 对方都没出现 而李浩 原本想要捕捉 真正的时光星辰 成为自己的大道核心 此刻 却是无法实现了 如此一来 纵然180颗星辰 全部凝聚 勉强跨入河道七重 也只是勉强半地 能和他们抗衡一二 却是不具备任何优势 这和李浩预期的 稍有差距 可到了这个地步 李浩也无能为力了 不管如何 先禁忌再说 其实 还有办法 引出时光星辰 那就是再等等 等李道衡 强行融合红一堂 一旦真正的虚实大道相容 那星辰必然会出现 至于是被李浩捕捉 还是被李道衡捕捉 这就是未知数了 但是 真到了那时候 红一堂就完了 李浩深吸一口气 整个天地 无数能量汇聚而来 一条长河浮现 头顶时光星辰闪烁 一道道光灰映射天地 整个天地仿佛瞬间静止 李浩一步跨入 那星辰闪烁 融入他没清楚 星辰之光 要射天地 正与一刀接连一刀 杀得天机不断倒飞 浑身上下都是血痕 气息明显下滑了一大截 脂肪不公 对他而言 也是一种巨大无比的挑战 就没这个憋屈过 几次想要尝试回击 结果 刚回击 那只猫就会抓他 这让天机郁闷地想吐血 没办法了 只能挨打 而这一颗的李浩 一声长叹 融 天上星辰 一颗颗汇聚而来 一颗 两颗 三颗 那些星辰 融合了天意 精神力 建议 是 盗麦 比单纯的盗麦要强许多 180条盗麦 也只是勉强夸入了河道五重 可此刻 融合了这些 李浩气息 肉眼可见的 开始强大起来 一颗颗星辰 瞬间进入李浩的时光星辰中 整个时光星辰 愈加璀璨起来 正与眼神闪烁了一下 再次一刀劈飞了天机 直奔李浩而去 看这情况 李浩哪怕没能捕捉时光星辰 一旦成功 起码也是河道七重 跨入半地的战力了 尽管刚跨入 不如自己 可真让对方跨入了 变数就会多很多了 当然 李浩跨入了半地 再去吞噬它 效果更好 可危机也会增加 正与穿梭虚空 速度极快 实力 也超乎想象的强大 天机根本拦不住对方 关键还是束手束脚 压根放不开 而李浩 并未理会它 只是一个瞬间 时光星辰和李浩一起消失 正与一刀劈了一个空 脸色微动 转身一刀朝 地下劈去 下方 大地瞬间裂开 正与也不说话 此刻 直奔中部大陆而去 举刀 就要斩天地 天意是李浩 李浩此刻躲避起来很快 可是 只要斩灭了这方世界人族 天意自损 不止如此 连那边的红衣堂 都会遭受重创 这两人 都和银月牵扯太深了 李浩浮现了 挡在了他面前 正与露出一些笑容 你本想脱离银月 现在看来 你脱离不了 这些人 已经成为了你的掣肘 李浩 你倒是敢舍的 可惜 命运还是让你和银月牵扯不休 李浩若非化为天意 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只是红衣堂受创 而不是他 可此刻 不行了 实际上 李浩没有那么在意 就算和自己无关 但是牵扯红衣堂了 对方要覆灭整个银月 该出手 他还是会出手的 只是此刻 李浩有些失望 看来 你虽然比我想象的要精明一点 可还是没能脱离轨道 这一刹那 天地光明一片 整个天地 被一条长河笼罩 李浩气息瞬间暴涨 拖到了现在 他总算点亮了最后一颗星辰 气息瞬间暴涨 隐约间浮现出了半底之威 或者说 跨入了河道七重 180颗星辰 虚实相容 堪比单独虚实之道的河道七重了 这一刻 李浩总算有了点抵挡半地的实力 只是 李浩并未急着出手 而是看向远方 看向那边 灵红玉被李道衡一箭斩飞 看到了混沌长河被李道衡擎拿 正在剧烈颤动挣扎 此刻 天空中 好像有另外一方星辰浮现 真正的时光星辰 好像出现了 只是隔空在看着 没赶过来 或者觉得还不够更稀奇 李浩看向那边 忽然道 你和李道衡 什么关系 郑宇也不说话 迈不朝李浩走去 一刀斩出 天地崩碎 李浩举起长剑 一剑杀出 这一刻 郑宇身上浮现出一只猫 灰爪朝李浩抓来 天机有些着急 李浩还手 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李浩晋急 好像没太大作用 不说是吗 你们不会是同一人吧 李浩喃喃一声 若是如此 就很可怕了 这些年 你到底在研究什么 你不会自己和自己在下棋吧 郑宇挥刀 斩破了天地 轻笑一声 想得倒是挺多 哄 刀和猫 同时杀来 本就是顶级半地 此刻 天机也迅速赶到 可是作用不大 他也忌惮 只能硬扛 李浩出手 引起了那只猫 更强烈的反弹 这只猫 已经成为制约李浩 和天机的关键 关键还是天机 李浩倒是无所谓 可这样的局面 让两人都很难受 砰 哪怕刚晋级半地 李浩还是瞬间被中创 一击杀出 让李浩头破血流 身上浮现出一道刀痕 天机更惨 那只猫抓他 他又不好下手 被抓得满脸血腥 正于此刻 威慑天地 轻笑一声 看样子 我小伤一场了 话落 再次朝李浩杀去 就在此刻 李浩忽然一手点出 时光之力弥漫天地 一手点中了那只 忽然伸出来的猫肘 时光长河 迅速蔓延而上 整个猫 忽然停滞了一下 下一刻 时光流转 原本只是含着一些八脉 却是迟迟无法 吞噬掉的猫影 一下子吞掉了半条血龙 而李浩 瞬间苍老一大劫 这一刻的李浩 好像命不久矣 却是露出了一些笑容 正与气息一致 朝那只猫看去 身前的猫 刚刚好像度过了很长的时间 一口气吞掉了 他八脉汇聚的半条血脉 再来一次 完全吞掉 这只猫 就不再是他的保护伞了 手段不错 只是 你还能再来一次吗 假的毕竟是假的 这可不是真的时光星辰 正于恢复了镇定 看向李浩 也不多说 再次出手 又是一刀斩出 李浩整个人都被笼罩住了 天极再次出手 此刻 长刀瞬间转向 一刀劈得天地崩塌 天极瞬间坠入裂碎的虚空 李浩倒退束步 踏破了空间 他看着那只猫 再看看正宇 最后露出了一些笑容 八脉合一 忽然 远处 七座巨城颤动 七大主城 此刻颤动了起来 正宇回头看了一眼 平静道 你要拿八成 画八脉 如此一来 红月那位 可就真的出来了 那是我该考虑的吗 李浩笑了一声 是的 他要用八大主城 化为八脉 从而引走这只猫 正宇笑了笑 也不在意 就在此刻 八大主城中 忽然 巨峰城剧烈颤动起来 镇压巨峰城的圣人 忽然吐血不止 这座主城 这座主城 此刻是利浮海在坐镇 这位强大的圣人 却是不断吐血 化为本尊 都难镇压 原本要化八脉的巨峰城 瞬间停滞了下来 整个城市 好像失去了控制 不止这一座城市 不远处 坐镇无边城的道剑几人 忽然变色 此刻道剑忽然脸色变换不定 看向远处 难难道 我真是你们的分身吗 他好像也产生过这样的怀疑 或者说 从他晋级河道开始 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怀疑 道剑 晋级河道太快了 快到所有人都觉得 此人有问题 一个大家都觉得有问题的人 其实不符合强者们的布局风格 可如此一来 反其道而行 好像也有可能建功 道剑身边 还有人 不止道剑 坐镇无边城 赵署长 老乌龟两位也在坐镇 此刻 听到道剑的声音 感受到道剑的气息变换 以及整个无边城的震荡 两人都是脸色一变 道剑 是他们防范的对象 可此刻 对方好像真出问题了 还是让他们有些不安 八大主城画八脉 失去了两大主城 作用就不大了 赵署长和老乌龟 也不多说 直奔道剑而去 一人 使出了八方印 一人化为龟甲 镇压天地 要将道剑镇压 这边 李浩看了一眼 道剑 这个明显到几乎是 明面上棋子的人物 真的是正欲分身 如果不是 那此刻道剑气息忽然暴涨 无边城好像都在和对方一起波动 这又算什么 眼看着道剑 好像在适应刚增长的力量 也没有主动还击 只是有些茫然 看着两位强者镇压而来 好像无意反击 也没心思反击 只是默默等待着攻击的降临 李浩微微皱眉 下一刻 低喝一声 住手 远处 老乌龟 两人一正 有些茫然 朝李浩那边看去 此刻的李浩 忽然喊停了他们 而郑宇 却是不管这些 再次一刀劈向李浩 李浩不断倒退 压根无法匹敌 若非刚进击 早就被劈死了 而天急 在一旁浑身都是血 刚从虚空中爬出来 再次被一刀劈中 怒骂一声 再次被砸入了虚空深渊 而此刻的李浩 忽然看向那边 看向无边城 脸色微变 又看了看郑宇 郑宇笑了笑 想什么 李浩脸色变幻 迅速顿逃 直奔无边城而去 郑宇也是瞬间浮现 一刀斩出 跑什么 哄 两人在虚空熬战 李浩脸色一变再变 哪怕不敌对方 还在迅速思考 道剑 郑宇好像不怕道剑被杀 或者说被杀了 对他也没太大影响 因为只是分身 道剑气息忽然上涨 是郑宇操控的 一个个念头 在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来 道剑 这个时代的天才 李浩出现之前 对方一直都是天才 无比天才的剑客 剑客 纯粹的超能者 也就是天生的开道者 这一刻 李浩脸色变了 想到了什么 抱吼一声 天道尺是什么 是心武谁的兵器 天道尺 一柄不算太强大的神兵 很早之前 也是三大组织和巡业人 开战的导火索 后来被道剑所拥 李浩曾经看过一次 不算什么太强大的兵器 所以 也没再管 这兵器 很是契合道剑 到了巡业人手中 就被道剑拿走了 或者说 天道尺自己选择了道剑 虽然不算强大 可灵性很足 因为这兵器 和后来出现的那些圣兵 天王兵 甚至帝兵无法比拟 只是早期的宝物 渐渐地 几乎所有人都遗忘了 这把兵器的存在 此刻 当李浩吼出这声音 众人也有些茫然 天道尺 好像不熟悉 没听过 心武 有天道尺存在吗 李浩再次怒喝 道剑 取出天道尺 远处 那道剑好像有些疑惑 或者从 他从一开始到现在 都很疑惑 很茫然 他自己也觉得 自己 大概率是郑宇分身 刚刚一瞬间 他气息暴涨 忽然从河道一众 跨入了二重 而且几乎是眨眼间 跨入了河道三重 这样的速度 难以想象 太快了 快到不可思议 恰好 无边城也在颤动 倒是完美符合郑宇的 分身征兆 此刻 听到李浩的声音 道剑取出了 他现在自己 都不怎么用的天道尺 那是一把尺子 晶莹剔透 看起来很是美丽 此物 有丈量天赋的作用 能辨别出 人类的修炼天赋 这瞬间 除了郑宇和李浩 其他人 纷纷朝那把尺子看去 天极也看了一眼 不熟悉 好像只是一把 平凡的兵器 其他人 也各自看了一眼 都没认出来 新武时代 遗留兵器太多 谁知道 这是谁留下来的 又不算太强大 战天成钟 九师长也看了一眼 他听说过天道尺 但是不算强大的兵器 李浩他们都没在意 他更不会在意了 此刻一眼看去 尺子 不熟悉 可下一刻 他又看了几眼 隐约间 有些糊涂 微微皱眉 又多看了几眼 脸色微动 天道尺 天道尺 夫道剑 夫子树道 约束自我 克制欲望 他脸色瞬间变了 一些童年记忆 再次浮现在脑海中 他那个哥哥 小时候就喜欢玩弄大家 后来 家长们奏自家的孩子 可九师长隐约 还记得一件事 后来有一次上课 李家的私人学堂 他们的老师 曾赠予自己的哥哥一把剑 不算太强大的剑 名为夫道剑 老师说 这是古夫子使用的 是一种自我约束 自我管控 人只有管好了自己 才能走得更远 他的兄长 天赋很强 可小小年纪 算计无双 李家人没在意 那位老师 好像看出来了什么 赠予了对方一把剑 也是李道衡弱小时期 所用之剑 九师长心中 瞬间浮现出一个念头 有些难以置信 朝远处的道剑看去 有些不可思议 那是 夫道剑吗 怎么会在你手中 他带着一些震撼 大声吼道 不可能 这把剑 早就消失了 怎么可能在这 李浩怒喝一声 那是谁的剑 李道衡的剑 九师长抱喝一声 夫道剑 是我们的老师 赠予李道衡的 很多年前赠予的 恪守几道 约束自我 是老师对他的劝谏 下一刻 他又喊道 老师很多年前就走了 我们的老师 据说 很可能是血帝尊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当年血帝尊在银月 逗留了一段时日 和我们先祖剑尊交后 所以有人说 我们老师是血帝尊的化身 是不是 剑尊老祖没有提过 这一刻 李浩好像明误了什么 陡然一剑杀出 爆发极强 一剑批的郑宇有些刺目 李浩转身就逃 朝道剑冲去 而郑宇却是微微扬眉 李浩 跑什么呢 你关心的点 总是和人不同呢 李浩没有理会 一边顿逃 一边朝远处看去 那边的李道衡 正在擒拿混沌大盗 好像要吞噬掉混沌大盗 甚至已经有部分河流 被他掌控 吞噬 可怕无比 李浩心中浮现出一个念头 错了 都想错了 有人纠战雀巢了 该死 郑宇 郑宇纠战雀巢了 判断中的李道衡 强大无比 算计无双 掌握虚道的李道衡 一切都符合对方的特征 可是 如果 掌握虚道的李道衡 是郑宇呢 而那卑贱男子 才是真正的李道衡 只是 是真正李道衡的前世身 而真正的李道衡 也许 转世了 和那风云阁的家伙一样 选择了转世 直接融入这个时代呢 该死 这一瞬间 无数念头浮现 也许 卑贱男子才是李道衡 可后来 被人纠战雀巢了 李道衡的一切意志 都投入了新时代 道鉴 所以 此刻 吞噬混沌大道也好 吞噬自己也好 都是一人 郑宇 这可能吗 李浩有些不寒而栗 侧头朝追来的郑宇看去 郑宇依旧淡然 李浩 你逃不掉的 李浩咬牙 你 不着急杀我 好像 他没那么着急 哪怕 那边的李道衡 正在吞噬混沌长河 好像要比他更轻松 更快一步 而道鉴 气息忽然上涨 实力提升 真的和这家伙有关 还是因为 被鉴男子的力量 一散太多 又被执掌虚到的李道衡融合 导致力量 进一步一散导致的 这一刻 李浩好像想明白了 可也好像 迟了 若是真如自己猜测的那样 这郑宇 还是眼前看起来强大 只是精明 算不上无双的强者吗 郑宇露出一些笑容 我一个拖后腿的 拖住大家后腿不就行了 何必急匆匆的 多走多错 越急越错 所以 不着急 他真不着急 起码 李浩 天极 二猫 血刀 所有人 都被他拖住了 不是吗 我 本就是拖后腿的 第410章 银月之外 李道衡转世了 这一刻 李浩也陷入了迷茫 卑贱男子 才是李道衡留下的剑道分身 或者说前世实力 而他本人 在一个阶段 选择了转世融入 可后来 他的剑道分身 被郑宇夺取了 那 李道衡转世 一点防备都没有吗 还有 风云阁那位所谓的融入 弊端很大 而且还有不少记忆 只是缺失了一些 银月世界是无法完美转世的 道剑好像并无任何记忆 这又是如何做到的 种种念头浮现 可此刻 关心这些好像也无用 李浩这边 还能坚持一会 可红一堂那边 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不管被剑男子是李道衡也好 还是郑宇分身也好 此刻 都在吞噬混沌长河 这么下去 混沌长河要被吞噬掉了 李浩凝八成八脉的计划 也因为这些变故 失败了 无法凝聚新的八脉 让郑宇身边那只猫离开 不管这两人谁是谁 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李浩哪怕核心成功了 也只是刚跨入半地层次 一个半地 显然斗不过这么多半地 关键在于 真正的时光星辰 始终没有出来 导致李浩未能捕捉 战里没有想象中提升的那么大 直接到匹迪 郑宇他们的层次 唯有解决八脉问题 让那只猫离开 天际才能发挥真正的实力 才能帮我阻拦郑宇 甚至击杀郑宇 我才能去救援红师叔 自己酝养的时光之力 刚刚几乎好空了 让那只猫吞了一半的八脉 剩下一半 剩下那么一点时光之力 不够加速他吞噬了 而且 若是虚道星辰 掌控者是郑宇的话 这家伙很可能随时 可以跨入帝尊之境 却是一直没有跨入 到底图什么 跨入帝尊层次后 难道有危险 帝尊大劫 还是担心其他的 李浩余光再次看了一眼郑宇 郑宇迟迟不愿跨入帝尊层次 必然还是有所忌惮 至于大道宇宙 就算跨入了帝尊层次 也不是不能吞噬 没必要一直等待下去 这人不敢贸然跨入帝尊境 前方的道剑依旧茫然 后面的郑宇 不慌不忙地追赶 更后方 天机还在挣扎 几次想出手 都被那只猫挡了回去 这么下去 都要倒霉 我是天意了 此刻 李浩不去想那么多了 余光已经贴到了另一边 灵红玉死气旺盛 即将彻底纪灭 红一堂剧烈挣扎 却是奈何不得一为绊帝 我是天意了 天意 八脉 八脉汇聚 汇聚的其实就是天地之力 就是整个银月世界 那些溢散出来的力量 八大神兵化为八座主城 其实刀中的猫 就是靠吞噬天意 吞噬银月之力 才会复苏 新生的世界 新生的天意 才是猫最好的补品 八脉 也只是天地之力的一种呈现 此刻 那只猫好像快睁眼了 但是 还差一点 上次吞了印红玉 然后这次吞了正宇半道八脉之力 这只猫处于一个复苏的边缘了 而我 恰好又化身天意 天意 代表了整个银月天地意志 他已经不去想 李道衡到底有没有留下点什么后手了 甚至不去想李道衡到底活着还是死了 这一切 不重要 那只猫 若是复苏了 苏醒了 还会继续保护正宇吗 应该不会的 今日种种 变故太多 李浩如大海孤舟 一次次提升 一次次扭转 却是依旧难以自保 既然如此 那大家都别想好过 不管你们千般谋划 万般算减 到了这一步 那我就掀了这棋盘 打破所有人的计划 时光长河 再次环绕周身 李浩不再逃跑 转身一指 点向那只猫 郑宇健壮 笑了一声 你的时光之力不够了 他能感受出来 李浩的时光之力很少了 不足以让这只猫 再次吞噬他剩下的八脉之力 无用功罢了 下一刻 一指点中了那只猫的爪子 猫也在忽视 不给李浩机会伤到郑宇 郑宇笑容灿烂 一刀朝李浩劈去 此刻的他 近乎无敌 除非红月帝尊破风 可显然 此时此刻 那位破风不了 整个营月 这位帝尊才是最惨的 从头到尾 都是大家的盘中参靶了 七大主称 现在想破风硬都难 李浩的一指 瞬间破碎 时光之力枯竭 对这只猫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长刀也即将落下 劈向李浩 后方的天极愤怒无比 总觉得自己这一次做错了 被几个后背给玩弄了 就在他想要出手阻拦的时候 李浩轻叹一声 你们两人 玩得太高端了 也太复杂了 你终有我 我终有你 我已经难以分清你们 你到底是郑宇 还是李道衡 旁边那位 到底是李道衡 还是郑宇 我已经分不清楚了 或者说 从头到尾 你们是一个人 还是两个人 我都无法分辨了 郑宇脸上露出一些微笑 刚想说点什么 太无聊了 太寂寞了 十万年的沉寂 他其实也想说点什么 可就在这一刻 天地颤动了一下 李浩唏嘘 算了 我也不在乎 你们到底什么情况了 天极前辈 没有这只猫 你真的能杀此人吗 天极怒不可遏 没有二猫挡着 老子打出他屎来 那就拭目以待了 这一刻 李浩笑了起来 身影忽然虚幻无比 直到此刻 李浩才好像真正化为了天意 天意无形 长刀落空 李浩身上 忽然也浮现出八脉之力 只是虚幻无比 这是天地意志形成的八脉之力 他一步走上前 这一刻 轻轻抚摸了一下 那只猫的脑袋 而这只猫 这一刻 居然没有回击 只是闭目 猫眼好像在尝试睁开 鼻子 微微抽动了一下 好像闻到了什么味道 正于脸色微变 八脉 李浩想到了什么 自嘲一笑 当日 我以应红月为时 今日 因果轮回 我李浩 也当一回食物 正于 天意不灭 我还会再归来 你若不死 咱们走着瞧 一瞬间 如同一缕烟雾一般 李浩瞬间 钻入了猫嘴中 正于脸色微变 就在这一刻 那只猫 原本咬着八脉之力 忽然松口 好像吃到了更好吃的 更香甜的东西 一瞬间 脱离了正于 不止如此 猫眼颤动 这一下子 好像很快就要睁眼了 正于手中 原本顺服的血刀 忽然剧烈颤动了起来 一下子爆发出璀璨刀意 轰的一声 爆发出强大的刀意 刺破了正于手掌 瞬间脱离 回到了二猫身边 天急一正 看向正于 再看看那只猫 此刻 二猫一动不动 好像在吸收消化什么 整个天地都在剧烈颤动 猫肚子中 若隐若现 好像有一人存在 李浩 画天意 自己喂猫了 八脉之力也好 还是其他 本就是银月一部分 此刻 李浩代表了整个银月 直接送入了猫嘴 对猫而言 这比八脉之力更香甜 天急脸色一变 李浩 喂猫了 要知道 这可是苍帝投影 苍帝无物不吞 无物不消化 哪怕宇宙都能吞噬 二猫虽然不如苍帝 不是本尊 可区区银月天意 真吞了 也许就彻底消化了 李浩一旦彻底被消化 哪怕化为天意 也是死路一条 他陡然看向郑宇 郑宇也是皱着眉头 看向二猫 再看看天急 又看看猫肚子中 那若隐若现 好像面带笑容 有些嘲讽的礼号 眼神稍显阴逸 何必呢 整个天地 好像都在颤抖 就在这一刻 天急咬牙 小兔崽子 孙子 你敢逗弄老夫 哪怕兴武时代 也没几个人 敢如此戏耍老夫 一瞬间 他体内气血之力爆发 强悍无比 远比之前要强大得多 死 一拳打出 宛如宇宙杂落 天崩地裂 四周甚至形成了一股领域 整个天地仿佛都被笼罩了 这一刻 那只猫没有动弹 哪怕郑宇身上 还有半截八脉之力 那只猫也不再理会 郑宇脸色微变 也是一拳打出 他是顶级半地 天急是帝尊分身 分身按理说是不如他的 比如那位红月帝尊的分身 其实实力是不如他们的 之前 天急一直只防不攻 也看不出攻击力强不强大 可这一下子 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们甚至顾不得其他地方了 顾不得道剑 顾不得灵红玉他们了 纷纷朝这边看来 哄 无边强悍的一拳 这一拳 仿佛能破开整个音乐 哄 一声巨大无比的响声 响彻天地 世界壁垒 好像都被撕裂了一般 正与身影宛入炮弹 轰隆一声巨响 倒飞而出 砰的一声 直接砸在了世界之壁上 天空中 世界壁垒 好像都在碎裂 正与血液流淌 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臂 拳头消失了 甚至自己胸口 都出现了一个透明的空洞 下方 天急气息狂暴到了极致 此刻 这位星武帝尊 才展露出了真正的实力 咬牙 你好大的胆子 明知我不想管你们 明知我是帝尊 明知二猫乃是血帝尊 人亡 苍帝都关心的存在 你敢戏耍五等 你可知 哪怕在星武 你郑家也好 李家也罢 任何人 甚至张家那位 都只是顶级之下 五等 是你可以利用的吗 天急愤怒了 一步又一步 瞬间跨入了上空 气息愈发强大起来 他居然被一个小辈戏耍了 靠着李浩 自己为了二猫 自己才有机会施展实力 简直是奇耻大辱 这些年 我就一个想法 你也好 李道衡也好 谁成帝尊 都随你们 不影响我就好 等音乐破开 回归星武 你们自己和人王他们交代 可你们 为何如此不识趣 哄 一只拳头 要射天地 震荡天地 甚至要打破世界壁垒 你以为 老子是红月那位废物帝尊吗 老子本尊 纵然不是最顶级的一批 也远比红月那废物 要强得多 历经初武 本源 星武 银月四个时代 这位星武时代的狗皇子 实力可没那么弱 只是御事就喜欢躲罢了 整个星武时代 其实也就惧怕人王和苍帝 张家至尊 他都不太在乎 今日受此大辱 也是彻底愤怒了 凶性大发 哄 又是一拳砸出 苍穹彻底撕裂 世界之壁 甚至都出现了裂痕 一拳打出 郑鱼脸色变幻 迅速爆发实力 顶级半地之力爆发而出 砰砰砰 一连串的响声 响彻了整个天地 他被打得浑身爆炸 天际化为无数虚影 此刻 只有无数拳影浮现 另外就是刚刚无敌的郑鱼 不断撞击世界壁垒 一次又一次 闷横声不断 郑鱼也是震撼 这么强 只是分身罢了 怎么会 你个龟孙子 没经历过几次战斗 真以为心武强者 都是你这样的废物吗 心武的帝尊 靠自己正道的帝尊 谁实力会不如你 哪怕分身 那也是帝尊的分身 算计什么玩意 我们需要算计吗 天际愤怒地垂击着天地 算计什么 我们不需要 我们能一拳打死 就一拳打死 只有没有实力的人才会去算计 哄 炸裂声响起 郑鱼不断抵御 不断爆发 此刻 一股接连一股的强大实力 不断涌现 却是依旧被对方镇压 死死镇压 没了那只猫 荡成护身符 天际的实力 超乎想象 这一刻 众人都看待了 下一刻 有人惊叫一声 前辈 李浩 李浩喂猫了 以身为食 此刻 快被消化掉了 整个天地都在剧烈地颤动 那是天地不堪重负的表现 天际没礼 此刻 他也没办法 先打死这郑鱼再说 可恶 可恨 至于李浩 他现在只能等 等二猫苏醒 也许不需要彻底消化李浩 对方就能苏醒 一旦属性 以二猫的性格 不会继续吞噬李浩的 那是一只善良的猫 和苍地不一样 苍地就算醒了 也许觉得味道不错 还会继续吃 可二猫不会的 此刻 只能堵 堵二猫会在李浩彻底死亡之前 清醒过来 至于他 唯一的任务 就是打死这个龟孙子 一个没经历多少的后辈 也敢挑衅一尊古老的存在 哄 又是一声巨响 天地颤动 郑宇如同破烂一般 被一拳打得全身破碎 破烂不堪 直接朝下方坠落而去 就在这一瞬间 还在吞噬混沌长河的李道衡 忽然一个闪烁 浮现在郑宇面前 此刻的郑宇 眼中露出一抹骇然之色 不是对李道衡 而是对天极 他看了看自己破破烂烂的肉身 难难道 距离帝尊 一不知遥 也不如你吗 他已经处于半地的一个巅峰了 结果 却是被天极分身 打得愈生愈死 正如天极所言 在实力面前 什么算计都是空的 当然 也就是现在 之前 他有二猫护体 天极可没这么说 这一刻 郑宇惨笑一声 侧头看向再次追来的天极 看来 老爷有老的好处 就在这一瞬间 李道衡忽然愤出了两个 一个卑贱男子 一个却是化为星辰的李道衡 而其中 那化为星辰的男子 却是瞬间浮现出真容 和郑宇平时 在巨峰城聊天的那个自己 一模一样 和他自己 也是一模一样 两个郑宇浮现 瞬间走到了一起 一股滔天气息浮现 郑宇受伤的肉身 瞬间开始愈合 天极也没马上冲上来 只是看了一眼 冷笑一声 小手段倒是不少 虚到宇宙 看样子一直都被你掌控了 还夺了真正李道衡的 见到肉身 郑宇的气息 不断上涨 身边 那被见男子 稍显木呢 一动不动 郑宇看向天极 也是感慨一声 小手段吗 天极前辈 在你眼中 什么才是大手段呢 李道衡将自己的精神意志 投入天地 转世重生 这算是大手段吗 可结果如何 不还是失败了 其差一招 结果便宜了我 他气息愈发强悍 甚至隐约开始 朝帝尊层次进发 李道衡算计的倒是也不守 结果如何了 他笑了起来 明知我在一侧 还敢如此选择 胆子真大 银月天地 并不完善 在这转世重生 这才是自取灭亡 不是吗 他看向道剑 那边 道剑还是有些茫然 郑宇笑了笑 前辈 你看 如今李道衡也好 李浩也好 都废掉了 也完了 留在这的 只有我 在你眼中 这也是小手段吗 他探手一抓 一条混沌 长河浮现 不断颤动起来 那长河之中 隐约浮现出一张人脸 有些痛苦 郑宇抓住了长河 露出了笑容 没了刚刚的骇然失色 前辈 吞下这长河 我便能晋级帝尊了 在前辈眼中 这还是小手段吗 他手臂化为巨龙一般 探入了长河之中 一股吞噬之力爆发 迅速汲取长河之力 长河中 红一堂露出了痛苦之色 在一位真正的顶级半地面前 他根本无法匹敌 李浩当初说 哪天李道衡吞噬自己 自己取而代之 当时想得倒是很美好 真遭遇了 压根没有能力去反击 郑宇身上 气息越来越强大 刚刚的一些骇然 也随之消失 轻吐一口气 前辈 怎么不敢上来了 这一刻 他自信了许多 天极却是没理他 只是侧头 朝虚空中那只猫看去 此刻 那只猫眼睛不断颤动 好像要睁眼了 而李浩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 天意应该还没彻底消亡 否则天地会有反应 起码 还没下起血雨 代表天意还在 天极并未理会郑宇 而是看了一眼那被剑男子 忽然道 李道衡 作为李家最优秀的传人 你就这么被郑家的小子玩弄吗 李道衡 李家除剑尊之外 天赋最强的存在 就这么轻易 被郑宇算计了 这句剑道分身 实力很强 可好像没太多的记忆 很失目呢 再看看不远处的道剑 实力不再提升了 依旧也很茫然 郑宇也朝那边看去 笑了一声 看样子 记忆并未觉醒 前辈还指望他 给我雷霆一击吗 话落 不等天极行动 他率先出手 并非针对天极 而是探手一抓 巨大无比的手掌 直接朝无边城中的道剑抓去 李道衡的转世身 他其实一直不太确定 只是锁定了两个人 一个是道剑 一个是红一堂 是的 包括红一堂 今日 用李道衡的前世身 吞噬红一堂化身的长河 结果道剑气息暴涨 显然 道剑才是真正的李道衡转世 趁着现在 先斩灭一个祸害 免得这家伙 真的觉醒了 回归前世身 也是个麻烦 巨大的手掌 抓向道剑 此刻 无边城中 赵树掌 老乌龟都是变色 这接近帝尊的一击 他们还没接触 就感觉肉身军裂 压根无法抵挡 道剑实力 虽然进步了不守 可此刻看来 也无力阻挡 一旁的天极 是可以出手阻拦的 可此刻 却是并未阻拦 郑羽于光贴到这一幕 微微移动 不阻拦我 此刻的天极 在他双身融合之后 可未必是自己对手 若是道剑恢复 融入被剑男子 那倒是个麻烦 可天极不阻拦 道剑就算是恢复了记忆 实力在这 也奈何不得自己 念头一闪而逝 巨大的手掌 已然落下 并非为了杀老乌龟他们 只是为了抓住道剑 捏死道剑 他也曾怀疑过 这道剑到底 是不是李道衡 可之前 吞噬长河 被剑男子有剑意一散 道剑实力随之而涨 显然已经确定 这家伙 就是李道衡的转世身 而且 傅道剑也在他手中 从出现就落入了他手中 还主动认主 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一切 李道衡 也是个大患 不解决这家伙 迟早会成为祸患 这一刻 远处战天城中 九十掌大截 若是李道衡早早就转世了 代表李道衡未必是叛徒 那就是他兄长 此刻眼看着道剑要被击杀 他急切无比 却是根本无法奈何阻挡这一掌 唯一能阻挡的天极 却是只是看着 并不管 这让他又急又惊 天极为何不阻拦 若是自己兄长不是叛徒 夺回自己的前世身 还能和他一起熬战郑宇 双身合一的郑宇 实力极强 气息无限接近帝尊了 天极却是没有理会 原本他其实 想出手阻挡的 可此刻 却是停下来了 而不远处 二猫的猫眼不断颤动 这一刻 好像睁开了眼睛 而眼中 隐约间浮现出一人 居然是李浩 此刻的李浩 一直有些散乱 但是 他知道 自己活着 在即将泯灭 彻底被吞噬的那一刻 这只猫复苏了 他好像 被这只猫 吞入了猫的意志海洋 纯粹无比的意志海洋 这只猫 好像出生的孩童 并无太多的杂念 那浩瀚如海洋的意志 显得极其的纯粹 一切都很好奇的样子 这好像真的是一只 很善良的猫 当他睁眼的刹那 就没有继续吞噬了 此刻的李浩 也通过猫的眼睛 看向整个天地 看向郑宇 看向刀剑 看向天极 看向被剑男子 通过这只猫的眼睛 他仿佛看到了 许多之前 不曾看到的东西 这两人 真是算计到了极致 至于吗 何必呢 这一瞬间 李浩动了 不 是猫动了 此刻的李浩 好像和猫融合到了一起 一念一动 李浩出现在了 无边城上空 一找抓出 咔嚓一声 虚空裂开 郑宇的手臂 瞬间被抓破 郑宇脸色微动 看向那只猫 你醒了 看了一眼 再看看天空 忽然道 你是李浩 还是仓地投影 李浩声音传出 你觉得呢 你夺射了仓地投影 郑宇脸色微变 你好大的胆子 夺射 李浩却是开口 错了 不是夺射 只是借用 一下猫身罢了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无聊 一样无耻 又是分身 又是夺射 自己的力量 难道不更好吗 你要阻我 郑宇气息 愈发强大起来 此刻 手中长河颤动 他看向李浩 现在阻我 也来不及了 我将成帝 纵然不杀李道衡 你们一起出来 也奈何不得我 郑宇笑了 星到宇宙已出 时到宇宙 虚到宇宙 包括你化身的天意 仓地投影 天际前辈的分身 李道衡的前世身 红月帝尊的本尊 加上银月世界 只要我全部吸收 我想 哪怕在帝尊中 我也会成为最顶级的存在 我等这一天 等得太久了 郑宇笑容浮现 而今 才算是彻底 挖掘出了 银月的一切潜力 我原以为 我最大的敌人 是李道衡 所以 我一直在想 如何应对 如何对付他 不曾想 他居然选择了转世 这是我没料到的 倒是便宜了我 他笑了起来 都说李道衡算计无双 结果此人太过自傲了 他真以为 自己藏起了剑道分身 我就找不到吗 哄 强大的气息 再次贯穿天地 一掌朝李浩拍去 李浩此刻化为一只猫 也是一掌抓去 瞬间消失 眨眼间浮现在对方身前 一掌朝那混沌长河抓去 后方 天机也是瞬间出手 却不是为了对付郑宇 这一瞬间 他一拳砸向被剑男子 那木认无比的被剑男子 一动不动 仿佛彻底化为傀儡 即将被打破肉身 郑宇见状 脸色微变 李道衡的前世身 也是他的晋级资源之一 之前没吞噬 是因为 等着捕捉他的转世身 此刻 眼看着一人夺自己的混沌长河 一人夺自己 即将吞噬的李道衡前世身 他脸色变幻一下 迅速消失 也是瞬间浮现在被剑男子面前 哼了一声 你们非要逼我现在成帝 那就如你们所愿 他探手一抓 抓住了剑道分身 瞬间一股强悍无比的吞噬力浮现 剑道分身 也无任何反抗动作 一股股强大的能量 被郑宇吞噬进入体内 郑宇气息不断暴涨 与此同时 李浩忽然开口 李道衡 玩够了吗 正与一正 下意识看向下方的道剑 而道剑依旧茫然 从头到尾 他其实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李浩声音在起 我为天意 此刻更是融入二毛体内 可以看穿一切虚妄 你瞒得住我吗 就在这一刻 那正在被吞噬的被剑男子 原本木讷的眼神 忽然露出一些光芒 下一刻 一股强悍到了极致的剑翼 从被剑男子身上浮现 一剑展出 正与脸色俱变 刚要避退 忽然发现 自己刚刚吸收的能量 在体内暴动 一瞬间 一剑穿透了他 正与只觉得无数的能量 从自己体内流逝 他原本接近帝尊的实力 一瞬间 反而被对面的被剑男子 吞噬了许多 还在不断涌入对方体内 被剑男子一脸孤傲 此刻 不负目能 而是和当日李浩 见到的一样 在封印中见到的一样 说出杀红月帝尊 迟早的是 这一刻 好像和那时候才一样 背剑男子看向李浩 探手一抓 化为长剑 万剑笼罩了正与 在正与骇然的眼神下 一手刺入他体内 不断吞噬正与的力量 微微扬眉 李浩 你坏了我的事 这一幕 又惊呆了众人 正与气息开始衰弱 有些难以置信 没有转世 背剑男子看着他 语气平静 为何要转世 我只是封闭六时 尝试感悟心道罢了 为何要转世 这不完善的世界 转世有何用 转世之后的我 还是我吗 战天帝 霸天帝这些人 所谓的转世 可雪地尊他们 还觉得自己是自己吗 有了前车之剑 我为何要转世重修 他露出一些冷傲笑意 不过是封闭六时罢了 休息一段时间 刚好 你会为我准备好一切 不是吗 你看 我休息一段时间 你不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正与不敢置信 低头看向下方道剑 剧烈咳嗽起来 那他 背剑男子 也就是李道衡 真正的李道衡 也低头看了一眼 笑了笑 他怎么了 一个天赋不错的小家伙 不过算不上什么 副道剑中 还有一些我残留的力量 反正用不上了 李浩这些人看不上 我送他 有何不可 这一刻 远处 九师长也是呆滞了一下 看向被剑男子 有些难以置信 活着 李道衡侧头看去 此刻 却是和郑宇连接到了一起 郑宇体内的力量 不断涌入他体内 李道衡眼神带着桀骜 我自然活着 你不会真以为我死了 或者和这白痴一样 觉得我转世了吧 转世 正如李浩所言 修自己 不比修别人要强 转世之后的我 还是我吗 他冷笑一声 又看向李浩 小家伙 你很讨厌 你就不能再等等 等这家伙吞了混沌长河 完全吞了我 正到帝尊 然后再喊我 如此一来 我就省事多了 一步成地 这时候 天际也是唏嘘 你居然没有转世 我都以为你转世了 看来 你一直都清醒着 李道衡不断吸收着正宇的力量 而正宇 此刻剧烈挣扎着 带着一些不敢置信 怒吼道 所以 你从未有什么前世身 一直都是你自己 你算计我 你不是喜欢拖我后腿吗 李道衡平静无比 你很烦 如同苍蝇一样 总觉得你能掌握一切 既然如此 我给你机会 可你好像不中用 无数能量 不断涌入他体内 李道衡的气息 瞬间强大到了极致 此刻 虚空中 隐约间浮现出了雷霆影像 李道衡抬头看天 有些遗憾 我不需要被考验 雷杰 很烦 原本给正宇杜杰即可 非要提前唤醒我 现在雷杰快到了 看来 只能我自己杜杰了 他好像不喜欢杜杰 不是惧怕 只是单纯地不喜欢 因为成帝本无杰 此刻的正宇 疯狂挣扎起来 却是死死被吸住了 李道衡轻笑一声 你都容我本尊多次了 还吸收了不少我的建议 你我都一体了 你挣脱的了吗 话落 看向李浩和天极 二位最好不要此刻阻我 否则 也许我复苏清醒 会拿二位计其 正宇这时候彻底明误了 有些疯狂 杀了他 李道衡 你想吸收我 不可能 哄 体内 强悍的能量疯狂翻滚 甚至一条本源大道 都浮现了出来 他疯狂挣扎着 动荡着虚空 此刻的正宇 绝望而又不甘 他即将成功了 忽然 李道衡出现了 或者说 一直都在 从头到尾都在 他只是 故意让自己去想 他转世了 什么道见不到见 都只是假的 他李道衡 从未转世过 一旁 天极皱眉 看向天空 雷洁即将浮现 这是真正的帝尊之节 看样子 哪怕在银月正道成帝 只要是本源帝尊 还是会引来帝尊之节 这也证明一点 星武还在 本源还在 甚至银月之地 距离星武不算太远 右侧头看了一眼李浩 微微皱眉 你还能脱离吗 我给血地 遵赴苏二猫 可不是复苏一只人猫 李浩这家伙 不会占据了二猫 不走了吧 能 李浩开口 只是这位猫前辈 现在好像 还在发呆 有些没睡醒 趁着他没彻底醒过来 我先借用一下他的肉身 天极看向李道衡 又看了看挣扎的郑宇 皱眉 这俩家伙 用了十万年时间 你算计我 我算计你 他也无语 郑宇觉得自己 一切都在掌控中 夺了李道衡的前世身 结果李道衡压根没转世 反而利用这几十年 和郑宇融合的厉害 反过来吞了郑宇 两个家伙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从十万年前就开始斗 斗到今日 好像还是李道衡彻底赢了 这时候 雷杰即将浮现 李道衡要正到成帝了 他现在阻拦 这可不是混沌雷杰 而是帝尊之杰 他很清楚这东西 一旦自己现在出手 帝尊之杰 会攻击那些插手之人的 他看向李浩 现在怎么办 他不太喜欢去想这些 目前来看 二猫复苏了 他任务算完成了 前提是 能将二猫带回新武 可现在 这家伙正到成帝 一旦成功 大概也不会放他们走的 李浩并未说话 抬头看了看天空 看了看那即将到来的雷杰 帝尊之杰 从气息看 甚至比混沌雷杰还要强大 他遇到的混沌雷杰 只是微弱无比的雷杰罢了 可帝尊之杰 是为了考验帝尊的 关键是 这玩意是无差别攻击 今日一切 都不断地出现变化 出现变故 已经远超李浩想象 李道衡和郑宇 你终有我 我终有你 现在 郑宇看样子 还是落入了下风 虽然没被彻底吞噬 可已经无法脱离 道衡会拿他当挡箭牌 渡过雷杰 李浩吐了口气 此刻 他围持猫的样子 吐气一声 倒是传出了不小的动静 李道衡 还抓着混沌长河呢 洪义堂 也在对方吞噬的范围内 一旦对方正道成递成功 那就没办法抵挡了 这俩家伙 真够麻烦的 李浩摇头 这一瞬间 忽然朝天吞噬 一股强悍无比的吞噬力 传荡虚空 与此同时 一条微弱的时光 长河浮现 猫身上 浮现出一点点长河之力 好像要回溯过去未来 那边 李道衡还在吸收正宇的力量 准备迎接雷杰 也不担心李浩他们插手 谁插手谁完蛋 可忽然转头朝李浩看去 此刻的李浩 一声低喝 引我过去 过去 天极都是心中一阵 草 什么过去 你现在化身成猫 你的过去 这一刻 天地好像都在崩塌 遥远的虚空 无尽的过去 好像也浮现出了一头大猫 若隐若现 好像带着一些茫然 一些疑惑 一些奇怪 而李浩 压根不管这些 他飞身朝十道宇宙飞去 此刻 十道宇宙中 一颗星辰浮现 这一刻 这颗星辰一动不动 好像在呆呆地看着李浩 又好像呆呆地在看那无尽时空中 转头看这边的大猫 天地的尽头 一只猫 和李浩附身的二猫 一模一样 只是 也稍有区别 好像更肥胖一些 更狡狭一些 更强大许多许多 那只肥胖的猫 转头看这边 带着一些茫然 一些意外 一些疑惑 充满了灵性 喵 猫 二猫 这一刻 天塌地陷 苍穹裂开 真正的时光星辰 好像都要裂开了 李浩这一刻回溯过去 好像回溯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不管是上一次回溯出了血帝尊 还是李浩接引自己的未来身 都没有这么大的动静 可这一刻 李浩回溯附身之猫的过去 一下子 好像捅破了天 这一刻 哪怕即将震到帝尊的李道衡 脸色也是巨变 怎么会 挣扎的郑宇都忘记了挣扎 呆呆地看着天空 看向天地尽头那只猫 那只猫好像要走来看看 只是 李浩画出的时光长河 好像不足以 承载这一位 时光长河都在崩塌 李浩身边 真正的时光星辰 也在颤动 好像自己还很虚弱 很弱小 远不如这只猫强大 咦 这瞧 好弱呀 过不觉 那只猫 在天地的尽头 自言自语 二猫好像活了耶 那只猫好像太重了 太肥了 走上时光长河 长河直接崩塌 它现 李浩的灵魂都在剧烈颤动 有些不可思议 它不是为了召唤这只猫 而是为了让时光星辰好奇 它是为了捕捉时光星辰而来 结果 现在不单单是时光星辰好奇了 甚至是有些害怕 而那只猫 好像要走来 可时光长河 居然承载不了对方 喵 过不去呀 好远 是那个小破烂地方吗 好像找不到在哪了 我们正在打架呢 本猫过不去 我就不去了 记得来找我呀 这里好好玩 我们打死了好多好多人 我养了好多好多鱼 小天机还在啊 那只猫 在无尽虚空镜头 自言自语地说着 下一刻 好像感受到了 长河即将彻底崩塌 有些无奈 我去不了呀 好远 你们飘哪去了 这一刻 好像又看到了什么 爪子中忽然浮现出一个 磨盘一样的东西 那磨盘上 好像有雷霆闪烁 巨大的肥猫 自言自语道 以 杜劫吗 会不会劈到二猫呀 一瞬间 张开了嘴巴 一股雷霆之力 被它瞬间吞噬 打了个宝格 自言自语道 那就不渡了呀 以后有机会再渡好不好 二猫好像刚活 很弱小呢 银月世界 上空 雷霆瞬间消失 李道横呆呆地抬头看天 郑宇也愣愣地看着 一瞬间 雷霆没了 没了雷霆 如何挣到成地 它忽然笑了 笑得有些癫狂 哈哈 雷霆 没了 而长河 这一刻 彻底崩塌 那只巨大无比的猫 好像有些遗憾 回头你不找我 我打完了人 再去找你哦 打架没意思 不过打架 打死了他们 可以变成鱼呢 我给你留一点鱼 一起吃鱼 哄 虚影消散 这一刻 整个银月安静到了死寂 而李浩 灵魂都在战力 顾不得许多了 趁着时光星辰还在发呆 一瞬间从二猫体内窜出 一下子钻入了真正的时光星辰中 而不远处 李道横呆呆地看着天空 下一刻 怒吼一声 混蛋 虽然嘴上说着不想渡截 可星武后时代帝尊 不渡截 如何成帝 结果 没了 雷霆直接没了 隔着时空 隔着混沌 隔着不知道是不是过去影像 苍帝 直接将自己的正道雷霆吞了 告诉他 过几天再渡截 别伤到了二猫 怎么会这样 李道横喃喃一声 李浩 怎么可能召唤出苍帝 他的时光之力 根本不足以召唤出来这位 再自信 再自大 他也知道 别说自己没成帝 就是成了 在对方面前 也是一口吞掉的命 可是 李浩不可能召唤出来的才对 侧头一看 此刻 一颗星辰剧烈翻滚着 整个音乐好像瞬间停滞了下来 时光之力 一散天地 所有人 除了他们几人 其他人 几乎都陷入了死寂之中 呆呆地看着那颗翻滚的星辰 是这颗星辰 为李浩提供了能量 显然 这颗星辰 刚刚也在好奇 那是什么 只是 这颗星辰 好像都不足以承载苍帝过来 李浩 李道衡一声冷喝 一剑朝那颗星辰斩去 该死 这一切变故 别说他 任谁也没想到 苍帝虚影浮现 断了他成帝的希望 此时此刻 他都有些茫然了 我该怎么成帝 而天机 也是择舌 差点把苍帝给召唤来了 真给召唤来了 那就有意思了 整个音乐 可能都被对方一口给吃了 李浩这家伙 也是疯狂 胆子真肥 当然 自己应该不会被吃才对 这一刻 时光星辰中 李浩疯狂攀附在星辰之上 咬着牙 强行抵御着时光之力的凝固 开始强行将自己融入星辰之中 你不来融我 我去融你 整个音乐世界 化为了一个精神世界 要将这颗星辰 融入自己的倒脉之中 虽然变故不断 可此刻 李浩也算完成了自己的计划 前提是 真能留下这颗星辰 别跑了 我带你玩好玩的 李浩艰难地说着 如同哄着孩子 这时光星辰 应该还没彻底成熟 不管那些 先忽悠对方不挣扎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